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CPen的一些很简单的用法 那我其实跟很多人一样 就是刚收到它的时候觉得 这个功能用户手册有点复杂 然后为什么这么多功能让我有点觉得要好好研读 但是呢 其实如果就是多看几遍 然后试试看几遍以后发现还蛮简单的 主要呢就是你这个卡片觉得不可以丢掉 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功能都在上面 可以拿来录的 那在美国很多人就是我们的中文收取得比较不容易 所以呢很多时候要自己做教材 所以呢我今天来示范一下怎么做 那在这里呢就是点读笔的模式 还有很简单的介绍就是你要用卡片 然后可以有分层 那分层是什么就是呢 你可以呢有这个图有这个贴纸 它是有分层就是有四个这样子 有四个颜色 然后你就可以有点像是不同的音轨 然后就是什么 你就可以直接点 然后就直接录这样子 那录的过程它其实有告诉你要先点什么 但是呢这个是比较这个分层的好处是呢 你可以譬如说在这个同一页上面就譬如说 妈妈录红色 然后可能红色录中文 黄色录英文 蓝色就空下来 然后可以给小朋友录 这样他就可以听一遍 然后他自己录起来 然后他自己录一下 他以后就可以听听看说我自己说的故事是什么样子 那我先很快的稍微示范一下 像这个里面就写说要怎么录 我是还没有弄到MP3的部分 因为我现在大部分MP3都是CD 我应该比较喜欢听CD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先示范一下简单的就是呢 录音的时候就是 这是第一个 它turn off的 OK 所以呢录音启动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贴纸先找好 我现在贴纸在这里 我都还没有拿出来贴纸 还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用那个highlighter tape 所以呢录音启动 好我现在有这个卡片 按 然后我按1 开始说话 Hello大家好 Kitty Cat 按完之后把它再一次1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必须要按两次 就是在这个讲话中间要按贴纸这样子 刚刚录出来是什么声音呢 按 可以说话 Hello大家好 Kitty Cat 对 我现在就随便讲一句话 那 就是这样录 但是呢 它在这边有讲说 其实同一个贴纸可以录好多层 就是你可以录A层B层C跟D 这基本上就是跟这个多颜色的贴纸有点像 但是好处是呢 你就可以不用 你就可以不用这样子点 你可以就是A 然后呢 就是将来呢 你就直接在A的时候都固定录某一个语言 然后你之后贴上这些不同的页数的时候呢 你只要按一次这个A 然后你就直接按下去 然后你如果想要听英文的话 你就可以 譬如说英文录在B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按一次B以后 在念整本书的时候 你就直接一二三四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点来点去 因为也蛮复杂的 OK我现在示范一下 怎么样录好 用一个很简单 那就是我用 Usborn 不对 是Kim Miller的Kitty Cat Kitty Cat Where have you been 这本书 那这个是伦敦版 伦敦版 伦敦的主题 那我就把它翻成中文了 其实我都翻好了 然后我就把它都贴上去 剪一剪 如果 嘿 你有买这个书的话呢 你有跟我买这个书的话 我就可以分享给你 这个就是 我现在把英文中文 翻在这里 这个是Highlighter Tape 所以Highlighter Tape 是可以拿起来的 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就不会上到书本 你可以上Amazon去找Highlighter Tape 有不同颜色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E的贴纸 贴在这上面 我可以贴在这个Tape上面 因为它比较明显 你比较容易找得到 有时候你看蓝色的Blending 有时候不一定它找不到在哪里 但是我今天下来没有贴 因为我还没有打算要用这一本 因为其实我有很多书 有需要很多这个点度笔的贴纸 那贴纸大概只有5000张 所以用完的话就 嗯 没有办法在那个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 有些书之后要恢复的话呢 你就可以贴在Highlighter Tape上面 你可以这样点 就是这样贴 撕下来贴上去之后呢 以后你可能要换别的书 或别的音轨的话 你直接把Highlighter Tape拿上来 然后贴到另外一本书 然后重新录就可以 你就不会浪费掉这些Tape了 好我现在先示范 录譬如说同一个音轨 好了 我就譬如说先录英文好了 所以我就先按 它说到B层 但是我现在想把A层 放成英文 好所以呢 我就按 我已经先设定好了 然后呢 录音启动 录音启动 录音启动在这里 然后 Kitty Cat Kitty Cat Where have you been? I have been to London to visit the Queen 好 那我现在想要同一个音轨 录音启动 录音启动 Kitty Cat Kitty Cat Where have you been? I have been to London to visit the Queen OK好 这样就录好了 然后我就可以 假设这个Tape在上面的话 我就直接点 Kitty Cat Kitty Cat Where have you been? I have been to London to visit the Queen 好 那我现在想要同一张贴纸 录中文 那就很简单 我就直接按B 第二轨 然后呢 我就 一样录音启动 现在已经在B模式 中文模式 然后呢 我就 小猫咪小猫咪 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伦敦 去拜访伊丽莎白女皇 OK好 所以这样 这样就已经有两轨了 但你如果 你这个C 如果你要录台语也是可以啦 或是日文什么的 但是 或是给小朋友录也可以 所以 但是你要是要 有时候会不小心 就是小朋友会把它洗掉 所以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想要给小朋友用 然后呢 现在假设要听中文的时候 你就按A模式 英文的时候就按A模式 你就固定把A的部分录的时候都是用英文就可以了 Kitty Cat Kitty Cat Where have you been? I've been to London to visit the Queen 好 如果是B 同一张贴纸 小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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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伦敦 去拜访伊丽莎白女皇 对 所以就很简单 5000个贴纸 其实可以用非常多张 因为一本书大概三十几页吧 所以你大概可以录个 嗯 就是也蛮多书的 然后如果可以重复用的话 你以后想要归附 就是把它这个撕掉的话也没关系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录音笔的部分的示范 如果你想要看 就是后面就是要怎么样把MP3 归进去的话呢 就记得是要在关机的状态 好 那这里有很多 就是可以看的部分 我的是8G的 所以是比较小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功能可以用 所以呢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找找找找 看哪里可以买哦 就先这样子 谢谢大家